Hello,大家好,我是讲师小关,这是本人QQ 本人收图出售远控,需要的可以联系本人的QQ,好吧 让我去看一下我的千尿格新域名的官网 因为有些人他还是不知道 我们千尿格已经换网址了 这里 他这个就是我千尿格的域名了 好吧 然后我进入课题 反哈勃调试 哈勃系统的分析调试 应该是吧 这代码我也忘了 好像是群里边拿到的 还是哪里拿到的 我这边以初恋为一个地址给你们做一下 然后代码我就全部给你们打包在这好吧 把前面这几段代码复制一下 复制到文面前面 然后把这句if判断的退出放到文面里面直接组建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了 逐渐成功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测试 可以上线吧 它是可以上线的 然后我们给它上线到耗博系统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过掉的 这些都是大神给的代码 过不了说不过去对吧 反正不是我找的代码就是 那以前看到过 没有在意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要分析这么久吗 问你吗 现在都准时的上班时间 就算你是人工也应该快吧 问题吧 这个的话 有些它是有那种内存运行的 内存加载的 添加位置就不同了 我这个原码是没有做内存加载的 直接在文面前面写 有些那些内存加载 它改强了NFC添加位置 你们要自己去看了 不懂再问我 好吧 没有花指令什么鬼 轻度风险 你看它这里别人是分析不出来的 对吧 轻度风险 这些都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你添加完后门之后 把这代码一加完美 别人都分析不出来了 对吧 这样子别人以为没后门 其实后门有的就是延迟后门 然后没给你看圆马 如果就算你看见人的圆马里面 给它随便加密一下延迟 你也不知道 对吧 好 好 这节课主要是简单讲一下这反哈勃调试的代码 人们的事实验 添加 好 这节课程呢 就差不多 也就这么点内容 任人收徒出售远扣 这是本人的QQ 好吧 拜拜 是 hero